大家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手指弯曲见指缝 是典型的木刑手 木人分强弱 掌面宽厚有力 加上是断杖 典型的强木人 强木人的善谋善断 掌面见棱角偏筋骨质 筋骨质的人坐视坚韧有毅力 敢于挑战困难 食指还是见缝隙 左右手都是如此 早不于前 30岁之前难存下钱财 食指迅功才位 有些杂文干扰 财运有但是不稳定 从这个简单的世界线 也可以看得出 本职工作也就动荡起伏 七星球也见青筋 和这个掌色也偏暗制 这个气韵难通 运势根基不强 文诺看是典型的段掌 段掌是脑线和感性 和二为一 感性和理性混杂在一起 所以传递出来的能量很强 所以常说这个段掌打死人 原因就在这里 段掌人个性要强 好生心强 而且段掌也见脑线的分叉 善谋善断 利于事业闯荡 但是段掌本身 导文还是比较多 有些不利音缘 在感情当中 音缘当中 有一些偏强势 加上左手 亲密关系线 见横文干扰 也说明早年容易犯情伤 生命线初期 还是见锁链 从小体质一般 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还是见导文 右手更加明显 脑线古代称为人文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那么分离处也是自身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此处见导文 说明出入社会会吃些苦斗 容易有一些波折起伏 只是生命线 左手在35岁左右 有短暂的断开 这个阶段 生命力减弱 注意疾病的侵入 断转人的情绪容易紧绷 容易造成心理负担 注意放松心态 劳意皆恶 右手的生命线尾端 出现分叉 形成旅行文 出行运势不错 此处分叉也说明 晚年生命力减弱的一种特点 那么加上掌测 左手掌测有纵欲线 注意调整作息 少熬夜 如果是熬夜的话 就会损耗福报和能量 晚年才能够 少熬夜才能够健康长寿 那么我们看 左手这个财运线 还是见断续和疏散 是迅功才会见杂文 财运是时好时坏 容易不稳定 将这个手指见缝隙 容易漏彩的一种格局 将这个手指见缝隙容易漏彩的一种格局